美中元首还没见面虽然只是通话 已经成为全球媒体重大头条 而大陆外交部在回应媒体相关细节时 也只引述了习近平的谈话内容 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攸关世界前途命运 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这次双方通话是由拜登主动邀约 时间点选在911恐攻20周年前夕 相当耐人寻味 而习近平在与拜登的对谈当中 引述了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 显示出美中关系的发展可能 古诗曰 山崇水赴移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习近平告诉拜登 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 而拜登则是重申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尽管美中双方之间的对话 只是广泛的战略性讨论 但CNN分析指出 援手私下对话 有助美中双方下一回合过招 现在显示一种电话 不是解决的所有关系 你提出了 从COVID origin tracing cyber attacks human rights trade imbalance 和台湾 但是这种电话 对于最高的领导 常常没有深入的关系 拜登目前面临美国疫情飙升 极端气候重创美国东部与南部 民调支持度也大幅滑落 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善意 也定掉了美国的一中原则 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总统拜登在91120周年当天 将前往世贸双子星 五角大厦等地致哀 尽管拜登极度希望 能够在10月份 G20领袖峰会 跟习近平见面 但他也坚持结束阿富汗战争 将美国资源聚焦在对抗大陆 会不会再度犯下错误 牵动全球未来走向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一、二、二、三 二、三 小兴